凌晨四点半,重庆一名刑事人员,的回归之路凌晨四点半,和华灰醒了,这是七年半监狱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五点钟,他推着装了两个大泡沫箱子的手推车,来到二百米外的重庆叫场口石灰市菜市场,开始一天的采购,可比说,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钟是什么样子吗? 满天星星,辽落的灯光,行人很少,而我已经起床行走,在黑暗的洛杉矶街道上,和华灰崇拜可比,篮球是他在监狱中,唯一喜欢的运动,监狱是所大学校,和华灰在里面用七年多的时间,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看清自己的弱点,并准备融入这个社会,四年加三年,我本科读完又读了个研究生,他自嘲,和华灰菜市场时, 石灰市菜市场,的人间烟火,是从凌晨三点过开始的,一辆辆货车拉来白花花的猪肉,水淋淋的小白菜,绿油油的大葱,肉贩们在门口把猪脚挂一排,然后用液化器喷火箱呼呼的烧着猪脚上的毛,白色泡沫香盖子一打开,翠绿的藤菜立刻探出叶子,像被压久了伸了下懒腰,这个点顾客并不太多,和华灰却是其中一个, 他拿着一张纸,按上面的明细开始采购,三线肉,用来蒸烧白,精瘦肉,用来炒肉片,带皮肥肉,用来做粉蒸肉,他只需要把数量包给肉饭,然后再喷喷喷的在鼓声中转到下一家,买其十五个菜籍配料,他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熟练的和菜访们讲, 这价,但其实讲价很困难,天天见面,菜贩们都有自己的价格体系,不过和华灰觉得自己出座快餐店,拿到的并不是最好的价格,他坚持和菜贩们磨价格,也有运气好的时候,他走了三家,把黄瓜价格从一点五元讲到一点二元,二十斤黄瓜可以省下六元钱,和菜贩讲价, 他一边掐着姜豆尾部坏掉的死结,一边跟老板娘讨论姜豆的质量,老板娘高高举起一把姜豆,骄傲地撅着嘴,向和华灰展示自己姜豆的细长和紧致,称称的时候,和华灰对老板娘说,称足哈,你这不是称的姜豆,是称的良心哦,番茄,玉米粒,冬瓜,藤菜,小白菜,茄子,藕,窝笋头,称好的菜都不带走, 而释放在菜摊上,和华灰向在打仗,在菜市场的一楼和二楼穿梭,短帮雨缺有很好的防滑功能,令他不至于在湿漉漉的地面摔倒,六点十分,一趟趟搬运之后,路边的手推车被装得满满当当,和华灰拖着一百多斤菜,费力地走在昏黄的街灯里,最后一抹夜色依然笼罩这个城市,但具贴量已不足二十分钟, 买完菜天还没亮,街道上孤零零的背影,七年牢狱开快餐店之前,和华灰曾经坐了七年半牢,判刑十一年,减刑三年半,罪名是抢劫,出于是在2016年9月18日,当他走出牢门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带着小儿子来接他,和华灰说,前妻是个重感情的人, 但自己亲手埋葬了夫妻之情,2004年,30岁的何华灰在北京打工,大牌时认识了几个朋友,从重庆乌山小地方出来,能在北京有朋友,何华灰觉得脸上非常有光,那时他挣钱多,牌打得大,虚妄的面子观充盈, 这酒后发热的大闹,年轻时候喜欢看水浒,羡慕里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跟朋友在一起胡吃海喝,觉得这种感觉很好,一次,一个朋友跟其他人发生了矛盾,他找到何华灰希望帮忙教训这个人,何华灰说,本来是去助拳,结果打完觉得不解气,从对方车里拿走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千块钱作为补偿, 几个月后警方来抓他,他本能的逃跑了,开始惊魂不定的五年流亡生活,当他觉得风头过去之后,带着妻子又回到北京,在前门开了一家卖工艺品的店,法网灰灰,2009年3月他被抓获,根据法院判决书记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做出海刑出自第2106号刑事判决, 何华灰被判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近2万元,认定的抢劫金额为19256.36元,而他妻子因包闭罪被判刑9个月,两人的婚姻也到此为止。 何华灰的前妻田女士说,何华灰之前就是个浪荡子,聪明,一起,是个好朋友,但缺少家庭责任感,绝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我恨他。 对于前妻的指控,何华灰现在全盘接受,对老婆儿子,对父母,我都怀有愧疚感,我现在很想有家庭责任感,可惜,没家了。 在监狱里,何华灰常反思这样一件自己认为不算大事的事,怎么就毁掉了自己前半生,毁掉自己的家。 反思的结果,他在狱中开始自考法律专科,初中毕业的他花了四年多先后考过11科,在只差两科就能拿到文凭时,他提前释放了,七年多之后,当他重新站在自由的土地上,他由衷感谢这段牢狱生活。 去年六月,在初遇大半年后,他给曾经服刑的重庆渔都监狱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我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还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的呢? 今年2月12日即将过年时,何华灰从海南风尘仆仆赶到渔都监狱,在监狱举行的服刑人员春节邦教座谈会上讲述自己出遇后回归社会的历程, 他给曾经服刑的监狱写信社会人何华灰,至今用着一个就垮智能手机,这是前期接他出遇后送给他的,何华灰与这个社会的再一次接触,就从这款智能手机开始。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接触到智能手机,总是习惯性用手指甲去点出屏幕,足足用了两天时间来纠正这个错误,如今智能手机早已学会使用, 但这个社会明显比智能手机更难玩转,在老家待了十来天,他能感觉到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亲戚介绍他到四川酱油去学修脚,他总是空拒于别人问他,以前做什么的。 他到熟人的矿上去上班,说是干管理工作,其实就是要借他进去过的名扣押住工人,让他们老实一点,对每一个工人,他都要介绍自己坐过牢的,这令何华灰心里很不舒服,耻辱反而成了谋生的意外,这种荒又敢像苍蝇一样围绕着他,挥之不去。 再后来,他去了海南,他最喜欢的是做装修泥水工,在海南做了一年,每个月可以挣一万多,而且不需要和人打交道,不管坐过牢还是得过奖,瓷砖也不会给人贴标签,他一度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在海南干下去,直到有一天他和儿子通了个电话,他进监狱时,儿子四岁,他出监狱时,儿子快十二岁,整个小学阶段, 他完全错过,儿子在电话里说他是坏人,坐过牢,又不管家里,何华灰是老板,也是杂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离开儿子已经很久很久了,再这样下去,父和子可能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了。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他一直不喊爸爸,我妈急了,吼他说,这是你爸爸。 何华灰觉得和儿子之间有一些疙瘩需要解开,今年春节他参加于都监狱的帮教会时,把儿子也带了过去,让儿子去旁观自己的发言。 何华灰对儿子说,爸爸是曾经做错的事,但爸爸敢于证实这个错误,并正在努力做一个好人。 何华灰决定留在重庆上班,并照顾家人,他在手机上看到一家,著名的外卖网站在招外卖员,于是兴冲冲跑到该公司于中区站应聘。 这是个高离职率的工作,正缺人的吴站长,很高兴地接待了他,指导他填表,告诉他工作注意事项,何哥,何哥,叫得很亲热。 曼新闻记者看到,在微信中,吴站长向他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一个月收入可达到七八千,然而两天过后,吴站长在微信中向他发过来一句话,总部审核没有通过,你坐过牢,何华灰赶紧向对方解释,自己在监狱中表现很好,立了十次攻减了三次行,出来后也遵计手法,吴站长没有再回复他。 吴一杰,何华灰在微信上礼貌性地发送问候,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这种折服在人心深处非黑即白的逻辑让何华灰心里很郁闷,无处解释,无法表白,刑满释放人员这个简单标签,背后是千差万别的犯罪种类和犯罪动因,个体差异极大,确实我曾经反过罪坐过牢,但我已经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我的灵魂并不罪恶, 但灵魂是否罪恶在求职时,别人看不到也无法听判,所以,何华灰的求职尝试一次次碰壁,厨师李忠全是当时一起坐牢的老友做个好人,开快餐便是何华灰深思熟虑的结果,很多行业他进不去,做装修工虽然可以,但装修公司更喜欢派火给背景清白的工人,他只能做人家不愿干的活。 8月初,他在较长口看到这家快餐店要转让,于是决定做快餐,本钱小,价格低,风险不大,也只能做这个了,确实风险不大,但收益也不大,每天他能卖200多份,每份9元,十几个菜随便吃, 在解放碑地区,这个价格实在不高,每个月能卖6万元左右,除去11500元房租,3000多元的水电器,3万出头的材料钱,能剩15000左右,就是四个店员包括他自己的工资,平均每人月收入不到4000块,从石灰市菜市场, 只要5分钟就走到和华辉开的快餐店,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在较长口末房巷口,离灯红酒绿的得意世界只有十几米, 两间正屋,一间做仓库,一间割了一半做厨房,剩下一半做操作房,和华辉的卧室就在仓库里,没有空调, 只有吊扇,8平米的房间,放了各大冰柜,冰柜里面是凉的,外面是热的,和华辉就睡在冰柜旁,热气正好喷在他头顶,他自嘲说,这是苦其心智,从菜市场回来,天刚亮,店里另外三个人就陆续到来,和华辉请了两个杂工,又请了当时一起坐牢的李中全当厨师, 四个男人打理这个快餐店,和华辉给小店取名叫哈尔快餐,这是个奇怪的名字,他解释说,为了一时的一起,坐了七年多劳,你说是不是哈尔傻子,李中全一边洗着肉,一边补刀,经常老人小孩不收钱,就是个哈尔,李中全说,之前有个年轻人,说没的钱,把身份,正压在这里,和华辉让他免费吃了两天, 又把身份证还给他了,走的时候,年轻人说了声,谢谢,这声谢谢,让和华辉唏嘘半天,作为一个被贴了标签的人,他心里比一般人更敏感,人生天天都在做选择题,一个偶然的举动,就足以改变人生轨迹,我不收他钱,他至少不用为了几顿饭去违法,即将到半点,他认真做准备工作,四个人到齐后, 开始进入打仗状态,十点钟,所有的菜都要全部炒好,一般十点过一点就有人来吃饭了,这十四个人都是杂工,大家一起摘菜,洗菜,切菜,一个杂工再切辣椒,厨师李中全拿过刀,亲自给他吃饭,要他把辣椒斜切,这样炒出来才好看,和华辉告诉另一个杂工, 茄子要削皮,曼新闻记者问,茄子,为什么要削皮,和华辉说,这样凉拌来更好吃,七点半,四个人煮了一锅面开始吃早饭,一个中年妇女拿着五块钱,老板卖碗面吗?和华辉一愣,我们这是自己吃的,吃嘛吃嘛,不要钱,添双筷子个吗? 中年妇女很不好意思,挑的小半碗面吃起来,九点钟的时候,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来到店外,探头探脑看了一会,前两天,我好像是在这里吃的饭,少给了两块钱,今天来补齐,他摸出一张一百块的,和华辉犯了难,没得零钱,算了吗? 中年人想了一下说,那今天再吃一顿,一起给,前两天打排出了,身上只有七块钱,确实当时穷得很,他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等着开饭,中年男子来付前两天,欠下的两块钱快十点钟的时候,一个老头半勾着腰,颤颤微微的走来,脖子上画着一张老年侠,老人说,他八十五岁了,一个人住在几百米外的中兴路, 不想煮饭的时候就过来吃饭,省市,肉菜还没炒好,但老人家只加了一些蔬菜,我现在都吃素,不占荤了,他摸出十块钱递给和华辉,和华辉找他一块,他白白手不要了,你们这个不赚钱,不要找了,提着饭盒,老人慢慢离去,和华辉对曼新闻记者说,你看嘛,还有这种多给钱的,对于老年顾客,和华辉都比较照顾, 中午时顾客慢慢前来吃饭,这一天的生意不好不坏,跟平时保持差不多的水准,厨师晚上六点过下班,杂工十八点钟,最后留下和华辉一个人收拾,做清洁,忙到晚上九点过,躺到那张单人床上,的时候已经接近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后,他又要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和华辉说,很累, 但是没办法,要找活路,采访最后,曼新闻记者问他,拍摄的照片要不要打马赛克,他说,不需要,我正是自己的过去,也敢面对未来,和华辉觉得做好每一道菜,才是快餐店的出路重庆晚报曼新闻,全国爆料热线,023-966-988,and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曼新闻记者廖平文任君徒。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